哈囉各位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來到飢餓殺世界 今天呢 應該是這部影片的倒數最後第二集了 唉 倒數第二集 倒數第二集 因為呢 老頭呢 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終於收集到這個飢餓殺世界裡面 所有的化石 我們解開了這一隻愛口 他長得有點像海豚 然後嘴巴尖尖銳銳的 感覺不知道什麼特殊能力不曉得 然後呢 花最久的就是這一隻了 這一隻要40個化石 老頭將近一個小時多才找 全部找完 因為很酷很酷腰的是 他這一隻 的化石處是在任意 任意就代表說任何一張地圖都有 那他的都有也不是隨機是固定的 最後一個超難找終於找到了 在這個在這個北極的這個最左上方啊 原來一直藏在那都找不到啊 老頭 可是你可以帶那個偵測化石的那把武器啊 我有帶啊 但是呢就是怎麼樣偵測不到嗎 他也不是說全方位的 你知道嗎 這款遊戲雖然好玩 但是呢 搞的 找化石這種作業感 其實我會給他扣分 還有還有一點就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偵測到不管是化石還是金幣 他那個圖案小到一個哭腰 哦 那個圖案比這個右下角這個裝備的正方形還要小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真的只是游過去你還會看不見 他已經偵測到東西他也不會給你提示 他就是一個很小的一些小的一個圖案就顯示說哦 你這邊有東西他也不會有音效 我覺得這是這是飢餓殺裡面的一個缺點 我希望呢 如果他有出二代有沒有 拜託 這種提示 放大 顯眼一點 不然我裝那個裝備要幹嘛的 你裝了又看不清楚 哦 其實 真的很累 老頭心累了 好啦講太多廢話老頭 老頭講太多了 哦 應該也不會有人想聽我廢話那麼多 那麼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玩這兩隻化石孵出來的這兩隻龍 這隻就是蛇頸龍嘛對不對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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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嘛 蛇頸龍嘛 那這隻呢應該就是蒼龍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應該是蒼龍的親戚啊 那這隻是下一集好不好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兩隻哦 非要不多說 哦 直接開始吧 我們先開始裝一下我們的飛行員哦 哦 我們的殺魚全部都解鎖了 然後呢 他這邊左上角打打敗這個克拉肯魔王 多了這張新的圖就這個 我們這個最後再打了好不好 老頭稍微進去看了一下 嗯 感覺還不錯 哦 這個最後再打 好不好 BOSS BATTLE 哦 就是要打BOSS的意思 那我們之後找個時間 哦 應該是說下一集或是像下一集 哦 把他打完 然後好像還有隱藏鯊魚的樣子吧 哦 不管了 我們先隨機啊 玩一個關卡 好啦 我們就玩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這個好了 哦 他這邊是什麼 愛口連續實際獲得全國障礙賽的冠軍 這麼強哦 察覺即將來臨的威脅 警告會出現一幕四周水雷在哪裡 呼吸空氣在焊地時不會損失生命 哦呦 他可以呼吸空氣在陸地上我就對了 然後他可以提他可以警覺水雷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這回事 哦 游看看 哦 這隻也就是一般的 我覺得他都把這些小鯊魚啊排在後面 呢 我覺得不太妥耶 他這個編排也不太不太OK 這些鯊魚應該早期就要出現的東西 居然用化石來展現出來 我覺得不是很好 哦 有啦 有啦 右上角那個驚嘆號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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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說嘛 這個提示誰看得清楚啊 啊 你看右上角那個驚嘆號 哇 哇這個 這個也太多這個驚嘆號提示了吧 笑死我了 啊 可見那邊水雷超多 對不對 啊 就有警覺 他會告訴你說哦 這邊有東西了 啊 就跟我之前在找化石一樣 這個提示小到一個哭妖 有沒有 你必須要一直往那個螢幕周遭去探頭 去看 你才知道啊原來化石出現了 在右上角 啊 這個提示實在給的太太不明顯了 正常來講 你的 你的那個提示應該要在魚身上啊 因為我們的目光都在魚的身上嘛 目光在魚的身上的話 我覺得這個提示的這個圖案啊 應該要在魚的周圍顯現出來才對 而不是在螢幕的四方 對不 啊 設計不良 差評 沒有啦 差評太過了 啊 頂多扣分而已 好不好 反正就是老頭呢 找這個化石 找到已經有點火了 就最後一個找不到 就在那麽超級不顯眼的地方 啊 心中一把火 哦 都快要爆射了 啊 超不爽的 好啦 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 這就是我們的口愛 哦 愛口 可以叫他口愛也是可以啊 好不好 哦 到底有多可愛 就這麽的可愛 哦 游泳速 游的速度還挺快的就是了 不過他這次應該就是沒有辦法撞任何的牆壁之類的 沒關係啊 反正不吵 那個也沒也無所謂了 好 這牆壁全部都被我們撞破了 哦 我 我就要用360度馬賽迴旋在那邊咬人啊 太強了太強了 哈哈哈哈 最好是鯊魚是這樣咬啦 哎呦呀 把他吃掉 嫩 好 最好鯊魚是這樣咬啦 你看 像這種小魚 哦呦 直接爆 還不錯啊 馬賽迴旋 我覺得啊 我現在如果防護罩爆了啊 在在被這個大顆的水雷給錄到啊 我哥 可是直接秒殺 我跟你講 絕對秒 因為我的血實在是太少了 血真的是太少了 啊不是說在陸地上 在陸地上可以呼吸不會扣血嗎 他是我的錯覺你 還是我 我那時候在獨自的時候 啊 搞錯了 搞錯了 搞錯了他的意思了 不知道 不管了 反正我用馬賽迴旋 致力 然後把這些人都給吃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了這個左邊啊 左邊這個我們這種魚 魚的體型能不能撞 我猜是不是太行啦 你看不行 好 這種魚呢 相見恨晚 好 相出恨晚 都已經玩到很後面了 這種魚來幹嘛的 啊 來佔人 佔佔位置佔數量的嗎 這個都應該是要早期才要出現的 啊 說真的不會有人想要拿這隻來打 克拉肯吧 其實那麼少 除非有人想要來個極限挑戰吧 或許 啊 不管了 我要結束這回合了 哥要去玩我們的蛇頸龍了 他可以幹嘛 彎曲頸不能夠在他四周捕食 利用他的前腳步在陸地快速移動 呼吸攻擊 和你不會說什麼 差不多耶 長頸鹿 海中的長頸鹿 他在自己這樣寫的 派中的長頸鹿 可是是吃肉的長頸鹿 感覺好恐怖哦 我們來看一下脖子到底多長 飛高高 哎 他怎麼卡住了 哎呦了 他只是脖子長而已啊 啊 吃好吃嗎 吃好吃嗎 他不能吃 他不能吃那個紅色的 我看陸地上走路快不快 哎呦啦 還挺快的還挺快的 還挺快的 可是如果 與其 與其選你 我不如選原子鯊魚 是吧 哥不如選原子鯊魚啦 啊 選你不如選原子鯊魚 碰到服飾還可以補血了耶 啊 這個又是 香粗恨丸 這個應該都要前期就要有的角色 擺在最後面 化石膚出來 啊 這麽 這花這麽多的心力去找 找你的化石 啊 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報仇 我覺得 就只是單純的收集而已啊 啊 收集所有鯊魚得到了這種莫名的成就感 啊 飛啊 哇 我這樣要開飛機 我真的 你看我的手 飛啊 飛啊 消費消 好啦 機動性我覺得 比原子鯊魚還要快啦 好不好 這一點 你贏了 你贏了 我剛剛還沒有試過咬 我們來咬看看 他說脖子很長 360 到底是多長 好像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還好啦 沒有到什麽多長不長之類的 再長也沒有我長 我是說我的 哎 我的 我的腳趾頭 好 所以我的腳趾頭也沒有我長 好不好 各位 表面亂想 真的 受不了 你們總是胡思亂想 你們知道嗎 啊 這個分數 其實這分數賺很慢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 在在在在 搜尋這些化石的時候 我那分數賺到賺到三千五百萬 哈哈哈 你們知道我找多久了 找到玉哭無淚啊 該死化石 你不要到時候給我出個什麽DLC包 找一隻化石就要一百個化石 絕對跟你翻桌 翻桌你懂不懂 好 不幹了 應該是不會有那麽無理 那麽無聊 那麽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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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你找一百個化石 然後卻獲得了一隻小小鯨魚 WTF 我覺得會幹狗作者幹狗到底 絕對 絕對幹狗到底 現在就有點想幹狗了 呃 好了 他大致上就是跟一般的飢餓殺 沒什麽兩樣 只是他是一隻龍 他不是魚 哦 他是一隻蛇警龍 但是叫爪哥 啊 你們現實生活中有沒有叫爪哥 哎呦 我怎麽死了 哇 薄了 薄了 啊 薄了 薄了薄了 好吧 既然都這樣薄了 我也累了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裏了 你會感覺非常的短 沒有錯 我累了 不想拍這麽久 好不好 十幾分鐘差不多啦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下一集我要做什麽 反正呢 這個爪哥入手了 啊 我們這個口愛 啊 我們這個愛口 也入手了 總而言之呢 就是下一集呢 就是這隻 快寶先生 在 來挑戰一下我們的這個 克拉肯 啊 應該可以直接過啦 依照我這個高超走位高超的技巧 應該是可以直接啊 一回合就把他結束掉了 應該會 應該吧 哈哈哈哈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裏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右下講個喜歡 下方幫我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集合殺世界再見面啦 掰掰